无上甚深为妙法 他讲下这内容 我们做学生要 愿解如来真实也 你把他意思解错了 他没有过时 过时在你 他真有办法帮助你 让你在这一生当中 过得幸福圆满 为什么 因为幸福美满 是你自信里的本来自主的 不是他给你的 你现在不过是迷了而已 他来把你点心 你一咎就成得到了 所以佛教学 把你教了你也成佛了 佛不鞠躬啊 你要感谢我 你看我成就了你 佛没有说这个话 为什么 你本来是佛 你成功了 佛心里头痕迹都不着 你看 他保持清清平的救 我不受影响 这是真的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对这个社会 对一些众生 做最大的贡献 做再多的好事 心底也清净 不能有丝毫痕迹 叫三轮提供 这就对了 如果你自己有成就感 你是反复 是做了很多好事 你脱不了六道轮回 你还在三山道手保 为什么 你心里都有 你有这个 有这个夜阴呢 他当然是果报 佛菩萨不受果报 做再多的好事 心里没有 干干净净 所以他不受报 这个道理要懂 你要是不懂的话的时候 还做这些像的话 你脱不了六道轮回 那就错了 人做再多的坏事 也不是真的 是他迷惑颠倒 干错的事情 他心里面有 有这些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念头 他在六道里 三窝道手保 如果他心底清净 一尘不染 果报就没有了 他超越六道轮回了 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 世界大众 他行善也好 他作物也好 行善我们赞叹他 他作物 我们看到了 决定不能 把他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们的心就坏了 我们的心本来是善心 亲近心 把他那些悟念悟行 装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的心不起 变成他的露宿筒了吗 我们的心不就变坏了吗 那你就大错 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要学习像佛菩萨一样 看得清清楚楚 心里不乱 干干干净净 根本就没这回事情 也不可以放在口里 常常谈 他做什么 那就错了 那不是他造业 是我们自己 这造口业 与他不相干 过人造 过人瘦 我们不要被他的所转 他影响我们了 那错了 不可以 永远保持 清净平等修 在今天上 这五个字太好了 这叫真修佛 所以今天 大家 都盼望着 都期待着 和谐 和谐 要从我们自己本身 做起